政治挑戰飛夢是 宜蘭家福向陽學員 每年都會帶著國中生 以鐵馬體驗學習你的方式 來自我挑戰 而今年他們計畫要前往綠島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 設定了120公里的練騎 並且籌措旅費 目前距離他們目標只剩下最後一步 就是需要大家共同的支柱 距離前往綠島浮潛 泡朝日溫泉的目標 只剩下最後一步 宜蘭家族中心向陽學員的孩子們 努力靠著自己的力量向目標邁進 家福向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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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每個禮拜都一直去練習 然後都一直為要去哪裡最規模 然後有沒有自己想辦法籌措滷費 有 我們就是在賣東西 賣一些菜 自己種的菜 日曜的晴天 禮拜日的時候 然後我們還會再去丟丟檔那邊賣一次 做醫碼 然後把那些錢再拿來當作禮費 其實我們戶外冒險體驗的活動已經從99年到現在 每年都主持來了 那今年孩子會討論他其實是想要到綠島 設計的一個花工的一個路程 那希望能夠透過這段時間的一個挑戰 可以讓孩子知道說他其實也能夠做得到辦得到 而且可以離開他的舒適圈 有一個不一樣的高空經驗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因為他們想到綠島去 然後綠島呢其實就是要去浮潛跟泡溫泉 所以他們對於五潛跟泡溫泉這樣子的一個額外的費用 他們想出了他們自己的作品 還有他們是在農事體驗裡面 他們有種菜 拔菜 甚至賣菜的一個過程 他們發現他們對於一些理財 或者是對於自己的能力其實有了更不一樣的一個看法 我們更希望很多的民眾也能夠來看見我們孩子 泡的能量跟力量 目標立的好 台湾自我家福中心向陽學院的孩子 設定要達成120公里煉旗以及募款 5000元旅費的目標 而這兩個月來煉旗以及擺攤 距離目標只剩下最後一點點 而旅費籌措也只剩下1000多元的差距 他們將在4月24號在丢丢黨市集擺攤一賣 販售自己種的蔬菜以及手作的工藝品 邀請大家來捧場讓孩子們實現綠島浮潛泡海底溫泉的夢想 宜蘭新聞記者黃文淑採訪報導